因此这部《无量寿经》是被显极乐一正主办 一就是一报 正就是正报 在那边很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是正报 我们就是一报 他也可以观音菩萨是正报 阿弥陀佛是一报 我们是一报 你看他这个正报一报 可以互为主办的 并不说固定谁才可以做主 任何人都可以做主 任何人都可以违办 他那边正报庄严清静 一报没得说 也都是庄严清静无比 咦 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正报好了 到达那边的大众都是谁啊 你看彼陀经上讲得那么清楚 都是上善之人 他不单是善 上善 好到极处啊 哪里像我们这里有遇到的人 都是什么人啊 您很清楚 对不对 不要说别的吧 就是一家几口 住在一块 是不是一天到晚都相安无事呢 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磕磕碰碰的 大家都有自己意见嘛 老人有老人的意见 大人有大人的意见 小孩有小孩的意见 甚至于小朋友 几岁的小孩 他也有自己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啊 相处很不容易 不像在基督世界 大家的知见呢 完全都统一了 后面再说到 唯妙其立 圆明俱德 唯妙 妙到极出 其就是说 它非常的奇特 很特殊 这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无法想象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也没有听过的 利呢 华丽无比 这个圆明俱德 更加了不起 圆就是圆满 俱就是俱足 圆满俱足什么呢 智慧 德能向好 这个环境上 佛就给我们讲了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德相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就是要恢复自己这些 德相 智慧 超 于 时方 多加两个字 世界 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 远远超过 一切诸佛刹 也就是说 所有佛刹 跟极乐世界 相比较 别的佛刹 比不上 极乐国土 听到这里 大家想不想移民 极乐世界 想吧 你看 这话都讲得很清楚 超情 离间 不可思议 现在我们要下什么功夫呢 要超情 离间 超就是超越 离就是远离 要把这个情见放下 情见就是我们常说的 见思成杀 无名烦恼 把这些烦恼放下 您就会感觉到 学佛的发心 快乐 无比 而这种境界呢 不是我们思 不是我们意 所能够想象得出来的 说也说不出来 于地念四评 标显本经 刚中 在第二十四评呢 特别显示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的 刚领中药 中指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物神说第一句 您就知道后面一句 发菩提心 后面呢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啊 我们学习佛法 要抓住刚领 其实整部无量寿经呢 就是说这十二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菩提心呢 有提有用 按照观金上的说法 菩提心是什么呢 至成心 至成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大圣 启心论里面说的是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至成心 执心 是菩提心的体 身心 是菩提心的自受用 回向发愿心 或者讲大悲心 是菩提心的他受用 什么叫身心呢 深刻的身 那个身心就是指 清净平等 我们自己要做到 清净平等 对待别人呢 一片慈悲 具备这样的心的人呢 那就是 真有菩提心的人 这个在第二十四品呢 我们到时候呢 再跟大家详细的汇报 另外在第二十五品 往生正音 也是蛮重要的 这个往生正音 就是发布的信 三倍往生的人 通通都是一项专念 您在对照愿文 就晓得了 一项专念是第十八愿 发菩提心呢 是第十九愿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愿文 三倍往生之盛行 富于念无凭 更广名往生之正音 这些内容啊 通通都在第三卷里面 所以念老呢 对这些经文啊 都非常重视 他劝勉我们大家 对这些教诲 应该要深信 要尊重 同时呢 要发起敬信也 您不但要信 而且还是什么信呢 清净的信心 什么意思呢 绝不怀疑 绝不犹豫 绝不夹杂 也不间断 老老实实地念这句符号 修别的法门 我们没有把握 可以了图生死 但是修净土法门 我们信心很强 尤其是看呢 净土圣贤路 我们那个信心 就起来了 再看一下 海仙牢上的光点 我们更加具足 坚定无比的信心 上卷 明发愿 前面第二卷呢 是说明呢 阿弥陀佛是怎么样 发大愿的 这四十八愿呢 它怎么来的 讲得很清楚 本卷表愿成 这个第三卷 是说这个愿 有哪些殊胜的成就 也就是从第十一品 到第二十九品 故知 今宗种种超圣独妙之处 均由于本愿之 最圣极妙也 为什么十方佛叉 不能够跟基督世界相比呢 关键原因就在于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别的佛没有想到 阿弥陀佛呢 统统都考虑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